这伙虽然憨态可惧 但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佬 人宋外号草地猎炉者 他们是土傲带熊 平时他们会懒洋洋地吃草 看起来人畜无害 他们生性胆小 但是对人类却没有丝毫防备 相比于甘草 他们更喜欢吃些嫩多汁的草根 和袋鼠不同 他们的月儿带潮后开口 这样可以避免牧熊跑土 是把幼崽活满 不过这种设计也存在弊端 有时候幼崽会接受熊翔洗礼 这种尴尬可能会给幼崽带来不可磨灭的心理伤害 幼崽会在四个月大开始搭遍车吃草 八个月左右就可以离开月儿带独立觅食 不过这个世界对他来说仍很危险 他需要时刻跟随母亲甚至有些年人 和许多动物幼崽一样 他们都很淘气 但是为娘吃草心切并不想搭理 如果实在太烦 幼崽就会被打屁屁 但毕竟是自己亲生的 日子还要继续 木兄闹痒痒痒时幼崽也会跟着学习 他们会共同生活两年时间 小熊才能彻底独立 除了近视 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会在洞里度过 我们可以用摄像投进去一探究竟 他们的洞穴似通八达 并且不注意卫生随处拉屎 一个洞穴往往有几个入口 方便逃生或者觅食 我们找到一脸懵逼的小熊 显然他对摄像机并不介意 和所有食草动物一样 这种东西有天敌 这种同样笨拙的黑暗势力是带欢 虽然体型差不多不过战力却十分悬殊 呆熊们不得不逃回洞穴 但是有熊在洞口处却突然停了下来 他的母亲也同样如此 这看起来像是一种 过头不顾定的邪恶皮外交易 实际上却是他们的生存诀窍 他们屁股上的皮毛又厚又硬 如同钢板一样可以将捕食者拒之门外 他们会变突 但同时也会变强 这个坚实有力的屁股往洞口一堵 就形成了一道坚固有力的肛门 任敌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攻破 除了戴欢 戴熊的另一种天敌是虎佑 不知道是他的战斗力太弱 还是戴熊的屁股太强 他们的捕猎往往并不顺利 虎佑悄悄潜入戴熊洞穴后 却听一声沉闷的响声 使得虎佑落荒而逃 潜入洞口我们发现 戴熊正用他坚实的臀部牢牢堵堵住了洞口 那声巨响并不是屁 而是他的熊臀冲击 这是他的独特技能 虽然看起来不是很强 而实则伤害惊人 我们发现一只死去的虎佑 他的脑袋已经被熊臀压扁 我们通过动画还原作案现场 发现是戴熊故意放低 臀部引诱虎佑悄把头探入 紧接着他会使出猛烈的熊臀冲击 这种力量足够将敌人头部碾碎 实称霹雳熊屁裂卢基